它是身长九米的辽宁巨兽 是擅长偷袭的猎龙军团 今天大魔王带你月遍远古洪荒 一览时间岁月 认识一下裹着羽绒服过冻的恐龙 华丽羽王龙 华丽羽王龙属名Uderanus 又名羽暴龙 体长九米体重超过一吨 远大于以往发现的有羽毛的恐龙的种类 不过比起晚期暴龙类还是小很多 巨大的头颅 巨尺状的香蕉牙和霸王龙极其相似 1996年 华丽羽王龙在我国辽宁省西部出土 作为受缴亚牧的食物恐龙 它是我国辽西热河生物群 迄今为止发现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 当时人们以为它和暴龙一样浑身光秃秃的 然后通过细微的观察 华丽羽王龙最大的特点 就是化石上保存的羽毛 这一发现 为带羽毛的恐龙的家族再添新成员 它的羽毛结构很原始 基本上呈丝状 长度为10到20厘米 类似于雏鸟身上的绒毛 这种毛与鸟类的体语 还是有区别的 能看出羽毛有一些颜色 目前还不能确定 大头锯齿的牙齿 短粗的前肢表明 中华丽羽龙是一个凶猛的猎手 而在羽王龙的腹中 发现了一截不完整的腿骨 属于一个驰龙类的恐龙 由此进一步证明羽王龙属于是主动型的一个石油恐龙 那么问题来了 羽王龙是如何捕食的呢 1.25亿年前的辽西 羽王龙在冰原漫步 这种带羽毛的暴君呢 在巡视着它的领土 它的身躯覆盖着厚厚的毛 嗯 这也太符合我们东北人气质了 一身灰雕身上皮 驱寒保暖能御敌 不得不说啊 羽王身上的皮草真是威武霸气 现如今这种羽毛的保暖性呢 一直延续到鸟类身上 如果说羽王龙身上呢 是貂皮的话 那体型瘦弱的中华龙鸟覆盖着 就是形似松鼠的保暖外衣 空旷的雪地 体型瘦小的目标 更容易得到捕食者的青睐 恐龙的世界啊 从来没有道德可言 说吃你啊 就能整一帮的人围攻你 就造成你 主要是填饱肚子 生存最大 因此实力悬殊之下 中华龙鸟啊 就这样命丧羽王龙的嘴下 一家独大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又有幸运 小盗龙的出现 就是这个顶级掠视者的 一个头层对象 长着五个翅膀的 他在猫咪的森林 一身滑翔的技术 让他在林间 如鱼得嘴啊 在空中的小盗龙 是滑翔界的冠军 但是落地 他就是掉落林间的小肥龙啊 可谓是落地盗龙不如今啊 对于在密室的羽王龙呢 自然是天赐美味 干饭时间到 寂静的森林 顿时充斥着 此起彼伏的怒口和惨叫声 比起对中华龙鸟的围追堵截 对于小盗龙的狡猾 即使是九米的羽王龙 也只能看着上树的小盗龙 本身你下来啊 独留树下的追捕者 望尘莫及 但当时就只有羽王龙和小盗龙 中华龙鸟这些带羽毛的恐龙吗 非一眼 围羽龙的出土 让世人知道 还有羽毛长得如此漂亮的恐龙 虽然他们小时候是褐色的 长得平平无奇 但围羽龙长大之后 他的颜值完全碾压空缺 作用也不言而喻 求偶的必备神装啊 蓝绿相间的羽毛包裹着身体 用来向雌性展示自己盛世的美颜 正是由于羽王龙 小盗龙等恐龙的问世 颠覆了国际古生物学界 之前对恐龙的外星人 与羽毛演化 并成为了古生物学向往的圣体 真的可谓是辽西洞土一时层 中山雪尽见羽龙 龙猎中华鱼林间 也被小盗甩贯从 中山雪尽见羽龙